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里梦见老太太说 新郎是畜生深井村有一寡妇 三十出头 也未长得标志 身段也迷人 所以丈夫死了还莫过头计 就有男人夜里爬墙偷看她 白日里来的媒人也不少可是都被她轰了出去 因为她还有一双儿女要抚养 虽然丈夫临死前让她改嫁 莫要委屈了自己 可是她感念这些年丈夫对她的好 坚持自己拉扯孩子长大 好在家里有十几亩田地 又是太平盛世 官家简缅田妇这寡妇又是个肯吃苦受累的 倒也把一双儿女拉扯大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女儿真儿出落的水葱一样 儿子王文也是十里八村唯一的秀才 还娶了一个能干的儿媳妇 原本就到了享福的时候 偏偏身体不行了 三五日便下不了床了 她把儿子儿媳和女儿叫到身前 交代身后是 我死后 你们兄妹一定要和睦 我儿要帮你的妹妹找一个好婆家 以后若是终局一定到爹娘坟前告诉一声 官场险恶 切莫贪图富贵而失了本心 然后 从兜里拿出管家钥匙 交到了儿媳手中 拍着她的手说 玉凤 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正当玉凤抹着眼泪时 就见婆婆从身后拿出一个小木匣子 交给了真儿 满眼的不舍说道 真儿啊 我的女儿 娘看不到你嫁人了 这是娘的嫁妆都给你 日后到了婆家也不会被人瞧不起 说完 人就去了 兄妹二人扑到她身上大裤 而刚刚还一脸伤心的儿媳 看着小姑子手里那个匣子 一股怨气涌上心头 她狠狠擦了一把眼泪 转身就出去了 婆婆的嫁妆里有一副浴镯子 当初她以为婆婆会当传家宝给她 或者至少给她一个 没想到如今全给了小姑子 就以为自己没为王家生个一儿半女吗 真是偏心 所以 从那天开始 真儿就觉得曾经对自己好的嫂子像是变了个人 发丧之前首夜嫂子就说张罗了一天累得腰疼 自顾自回房睡了 发丧的时候 她明显看出嫂子装模作样哭了几声 可是眼泪分明 没掉一刻 人都走后 宴席剩下的一只鸡 若是以往 嫂子总是会把两只鸡腿都给她吃 哥哥都吃不到 可是 这次竟然自己先吃了一只 另一只直接扔在了哥哥的碗里 真儿不知嫂子为何生气 哥哥只说 应该是这些天累的 而且天下哪有婆媳不生气的 大概是之前有怨气 如今撒出去就好了 以后还是要好好过日子的 真儿到底是年纪小 根本没发现嫂子为何生气 还是如往常那样缠着嫂子做这作呢的 而玉凤本也是良善之人 知道是婆婆偏心 放心不下亲生女儿 可是就是心里过不去 隔三差五给真儿摔脸子 这天 真儿突然哭着跑回家 扑在嫂子怀里就是哭 玉凤才知道 真儿看她下底辛苦 就把家里的床单被照都拿去河边洗 不想被村里无赖小三子调剂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次竟然还上手摸了她的脸 哥哥见状 先是安慰妹妹别哭了 那小三子就是个无赖 以后你躲她远远的 毕竟是女儿家名声重要 看哪天我遇上她 非教训她给你出气 乖妹妹 别哭了 嫂子欲奉听丈夫这样说 心中火气燃起二话不说 抄起手边的烧火棍就往小三子家走去 王文在后面喊 你可别惹事 他爹在镇上有人 玉凤转眼就到了小三子家门口 大声喊道 小三子 你给我滚出来 门里传来小三子的声音 干嘛 你叫我出去 我就出去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敢欺负我家真儿 快出来 玉凤一边喊着 一边用脚狠狠踹着门 门终于开了 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 看上去满脸横皱 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想咋地 问问你的好儿子 真儿洗衣服 他跑来吊戏的 还说什么要带他去城里玩 坏我妹子明洁 玉凤气地直骂 中年妇女听了这话 脸色更加难看 恼羞成怒地说道 呸 你怎么不说是真儿勾引我儿子呢 他爹娘骨头渣子都烂没了 哥哥都不来 你个当嫂子的冲哪头算 今儿我就让你看看我算哪头算 说出扔了棍子 一把就薅住那婆娘的头发 顿时俩人便扭打在一起 此时 真儿和哥哥也赶来了 连忙拉架 三人回到家 玉凤捂着淤青的眼眶 骂王文没用 亲妹子给人欺负了也不出头 王文自然还是那套要跟邻里好好相处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说辞 真儿第一次觉得 哥哥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他 甚至还不如嫂子玉凤 虽然平日里嫂子总是对他呼来和去 还发脾气骂他吃家里和家里 要把他早点嫁出去 最好卖给城里的老爷当小姐 换些彩礼回来 可是 如今竟然为了自己跟那恶婆娘大打出手 看着嫂子这副狼狈的模样 真儿心里酸酸的 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 玉凤转头就给了他肩膀一巴掌 恨铁不成钢的嘛 就知道哭 下次小三子再敢掉心 你就狠狠骂他打的 真儿哭着哭着就扑到玉凤怀里 嫂子对我最好了 自从玉凤那日去小三子家撒泼后 小三子陷到真儿都绕着走 可是他那个娘就开始在村子里到处嚼舌头 说真儿不减点勾引自己儿子之类的 玉凤有些担忧眼 看着真儿到了一亲的年纪 若是名声坏了可就麻烦了 正愁的时候 天大的喜事降临到王家头上了 王文要去做官了 王文虽然苦读多年 但是科考多次未重 也就是个秀才这次县衙里 有个主部年老突然发了急证 所以这美差才落到了王文身上 王文艳请那些有人回家后 就看到玉凤在收拾行李 还要变卖那些农具 他不解地问 你卖了这些日子不过来 玉凤放下手里的东西 差一道咱们都要搬去县城了 还留这些干什么 王文解释说 我刚当上主部咱们又没有背景 出来乍到就脱家带口地让人笑话 这次我先去 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 就回来接你和真儿 得知丈夫不打算带自己去 玉凤有些生气 但是转念一想 他说的也有道理 何况今年的稻谷已经种下去 不行就等一年也没关系 只是他有些担忧真儿 于是就说 我留在家里照看这些地 你带着真儿去吧 如今真儿的名声 都被那小三子家败坏完了 你带他去 好给找个县城的人家 以后也不用过这你腿子的日子了 刚刚打水进屋的真儿就听到哥哥说 这次他就跟你在家吧 等我打得好 选个有权有势的人品好的人家 再来接他 真儿有些失望默默转身出去了 他真的一刻都不愿待在村子里了 虽然有的阿沈说别听他们胡咧咧 真儿是好姑娘 可是至今没有一个没人上门 已经说明了一切 玉凤因为王文不带真儿进城的事 生了两天的气 王文走的那天 早饭都默给坐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玉凤拍着真儿的后背说 默良心 真儿别急 咱们就再等等 没想到 当初说很快来接自己进城 可是 已经半年过去了 王文就回来一次 说那边的情况复杂 自己日子过得也不太顺 所以 就给玉凤和真儿一人带回一只簪子 玉凤一看就是街边的便宜货 玉凤本想着 这一记的粮食下来 交了田赋 剩下的就都带着进城 跟真儿一起开个早点铺子 可是 王文只说自己想要官运亨通就需要打电 于是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真儿 你别急 哥已经帮你打听了 有好姬家的公子都到了求亲的年纪 等哥这次打得好 就来接你 听着哥哥一次次保证 真儿已经麻木了 与其等着哥哥来接自己 他更愿意跟嫂子一起进城做小生意 可是如今 哥哥带走了家里全部的钱 只得暂时做吧 嫂子说不能坐等山空 于是便回了娘家 带回十多只小兔子 他娘家弟弟是养兔子的 赚不多 但是吃喝不愁 于是姑嫂两人便养起了兔子 几个月后 本到了该卖兔子的时候 那日清早起床 真儿去喂兔子 就发现兔子全都被毒死了 玉凤一看一股火上头就昏了过去 大夫来看了 说是营养跟不上 急火攻心导致的 身子亏空了 不再操劳了 得吃药养着 真儿明知道是小三子前的 可是如今嫂子已经卧病在床 他也不敢去找他们理论 于是便进城去找哥哥王文 王文自从当了这主部后 才发现并不是个肥差 而且还是个特别耗费精力的差事 要是一直正磨下去 估计自己会跟上一任老主部一个下场 所以他就开始各路的打探门路 终于知道这县城几乎是风龙商会的天下 而显太爷在会长叫林峰面前 也是要恭敬三分的 所以只要攀附上了林家 那么自己日后自然也会有好日子过 据说这林会长身居简出 除了每年的商会集会 他都是不出面的 但是林家的大管家宋富贵 却是个爱才的 所以王文拿了家里的银子 一路打电总算是到了宋富贵眼前 想要攀附林家的人多了去了 所以原本宋富贵对于王文这个主部不甚在意 但是那日他竟然发现 林府的大小姐林婉跟下人打听王文 他才心惊 王文虽然没有产业 只是个小小主部 但是长得一表人才 毕竟读过书 一身的文人做派 难怪会入了林婉的眼 宋富贵觉得机会来了 若是收拢了王文 再帮他当了林家女婿 那日后这封龙商会起 不是要自己说的算了 于是便叫来了王文 说了一吐 王文听后 觉得天大的好事落在自己头上 自然满口答应 可是他对宋富贵隐瞒了他一成亲 妻子玉凤在乡下住的事实 宋富贵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机会 明日游园会 他就要跟林婉相会 他必须尽快处理好玉凤的事 想到曾经二人的甜蜜 他万分不舍 可是眼前颇天的富贵 怎叫他不心动 正当他为此事一夜未眠时 清早 妹妹真儿便扣响了他的大门 哥 你快回去看看嫂子吧 她病得不行了 真儿很快将发生的事都说了 可是王文听后 第一反应竟是气恼 道 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 剩菜剩饭不要吃 扣扣搜搜省的钱还不够看病的 如今吃些苦头了 真儿不可置信地看着哥哥 这人还是自己曾经认识的哥哥们 怎么变得如此冷漠无情 哥 嫂子还病着 你先跟我回去看看吧 而且家里没有银子 你带着银子先去抓药 说主真儿就把大夫给的药方 递给了哥哥看 王文看着那药方 真是要了血命了 怎么需要那么多银子 他哪里有 就算有 如今也不打算给了 王文从怀里拿出二两银子 说 真儿 割手头紧 公务繁忙走不开 你拿着这钱给你嫂子抓点便宜点药 先吃着 等过几日 我回去看他 真儿气恼不已质问他为何不回去看看 王文这急去 游园会见林婉 便又拿出五两银子 塞给了真儿 说 好妹妹这银子你拿去添这些首饰 哥哥还有急事就不留你了 王文推着真儿出门 自己便赶去了游园会 真儿拿着七两银子 心里骂哥哥 果然像嫂子说的莫良心 只得先拿这钱买些补药了 真儿进了一间医馆 那伙计看了药房 又看了看真儿的装扮 一看就是个乡下丫头 便熟练地操作起来 真儿看着手里的药材 觉得不对 这层礼物价高 也不至于这几个药就收他七两啊 于是便理论起来 可是那伙计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后面排队的患者也纷纷让他快走 真儿索行把药推回去 撑自己不买了 可是伙计抱着胳膊 一副不屑的模样 道 药已经抓好了 哪有退了的道理 你在闹事 我就叫官差把你抓起来 这时突然一个人开口 我看是谁要叫官差啊 伙计一见来人 立马没了刚刚的嚣张起言 赶忙迎上来 点头哈腰 宋管家 您来了 宋管家摆摆手让伙计给侄儿道歉 并且按正常计量重新抓了药 真儿没想到遇到了好心人 再三感谢后要离去 不料 那宋管家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说道 姑娘怎么称呼 可愿跟我去茶楼喝斩茶 侄儿心想 这人一看身份地位就不凡 为何要请自己一个乡下丫头去喝茶 说不定心怀不轨 于是推说 家里人等着他拿药回去救命 所以就谢绝了好意 看着真儿慌张离去的背影 宋富贵回了挥手 让两个手下跟了上去 他宋富贵看上的女人还没有拿不下的 真儿自是没发现后面有人跟着 一路上心事重重 哥哥的态度让他失望 他自然是不能跟嫂子说实情 于是便偷偷拿了他娘留给他的嫁妆盒子 将那副浴镯子挡了出去 好歹是让嫂子从鬼门关回来了 这话说住就已经过了一个月 当日跟着真儿来的人回去后 宋富贵就知道了 竟然是王文的妹妹 而且王文竟然瞒着自己 已经成亲的事实 正当他气恼地叫王文来问话的时候 王文却率先开口 多谢宋管家给机会 今日与婉儿小姐相谈甚欢 她已约好后日与我一起去逛庙会 待我得到她的芳心 成了林家的女婿 自会回报宋管家的 宋富贵没想到王文竟真有本事 哄得林婉欢心怒气便散去一半 于是便直接揭穿她有妻子的事 王文立刻站起来解释 我本打算悄悄修掉那女人呢 没想到什么都瞒不过宋管家 您放心 我明日就回去 不急不急 我若是把你已成亲的事告诉林会长 你的主不知直 怕是都保不住了 但是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宋管家 您说我都答应你 把你的妹妹嫁给我 王文没想到 宋富贵还知道自己有妹妹 当初她娘临终前将妹妹托付自己 要给她找个良人 可是这宋富贵家里的小妾就有一二十个 而且听说还有特殊癖好 悄悄抬出去的小妾也不少 她不愿把妹妹推进火坑 可是如今建在鞋上 自己已经想惯了跟这些达官 显贵在一处的日子 若是丢了主部之位 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但是她还是想挣扎一下 遇凤休了就休了 可是亲妹妹她总要争取一下的 感谢宋管家台爱 我妹子就是个乡野丫头 尚不得台面 之前还跟村里的无赖纠缠不清 还是算了吧 宋富贵没想到 王文竟然拒绝自己 倒也莫再说下去 王文打算后日逛庙会的时候 直接求助林婉帝 竟林婉已经对自己表明心意 若是让林婉帮真儿 物色一个富家公子 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妙会那日 王文在约定的地点等到了天黑 也不现林婉赴约 他找到林府的时候 竟是宋富贵的手下出来的 说小姐跟着林会长去外地了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就不清楚了 王文苦笑 果然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不过就是拒绝了宋富贵 如今他也没有能力 断了林婉与自己的联系 妹妹啊 不要怪哥哥了 哥哥也是被逼的莫选择 王文带了好些吃食手势 回了深井村 御凤到村口接的 一路上 那些神子都说王文发达了 御凤好福气 秀才娘子要进城享福了 可是 王文这次回来雀之字 未提接御凤进城的事 好在他说 已经为真儿定了一门好亲事 是宋管家的公子 相貌英俊 满腹经纶 将来是要做官的 真儿倒是不在意那么多 只要是对自己好就行 能快点离开这个村子就行 御凤开始为真儿 准备成亲的东西 他从自己嫁上箱子里 拿出了一枚簪子和一副耳环 真儿感动不已 嫂子 我不能要 这些年你自己都舍不得带 留着吧 你要嫁给大户人家了 虽然以后吃穿不愁 但是嫁妆少了会被婆家瞧不起的 说住就从柜子里拿出婆婆留下的那个匣子 想要将这两件东西一并放进去 真儿来不及阻止 御凤看到匣子里那双玉镯不现了 转头问之 嫂子 可能是丢了吧 看着真儿闪躲的眼神 御凤才反应过来 追问 我病的时候 你哥莫给你钱对吧 你把玉镯卖了是吧 没卖 是当了 真儿脱口而出 又抓紧吴嘴 御凤心里酸色症替他哥哥解释 当使手头没钱 可是御凤失望的是 竟然也没回来看过他 还是这个小姑子莫白疼惜 好事将近 御凤并没有闹 而是让王文去把那镯子赎回来 王文不耐烦地说 凡是等成亲之后再说 御凤早就发现了丈夫这次 回来对自己格外的不耐烦 而且都不与自己同房 他预感有事要发生 真儿坐着接亲的轿子进城了 御凤还是想跟王文谈一谈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若是那差事费心 索性就不干了 回来两个人重地 也能过好日子 可是当那风修书摆 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像个泼妇一样 狠狠打骂王文 诉说这些年的委屈 可是王文一心想着 过了今日 真儿嫁进了宋家 宋富贵允诺明日 他就能见到临晚了 所以他也不想多说 直接扔了一大包银子给御凤 你看看你这泼妇样子 怎么配得上我这些银子 就当是你的赔偿吧 家里的房子田地都归你 以后莫要来纠缠 也不要去找真儿 御凤被抛弃的是 全村都知道了 神子们为他不值 最护着的小姑子 如今嫁入大户人家当大娘子了 也不回来看看他 御凤伤心之处也在此 王文的背叛他早有预感 可是真儿成亲三日 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 应该是不要这个嫂子了 罢了 就当自己的真心喂了狗吧 夜里 御凤翻来覆去睡不着 昏昏沉沉间 似乎听到有人扣门 但是他感觉身子沉不愿动 但是他越来越感觉周遭空气变冷 门突然就开了 他猛的惊醒 就看到一个女子劈散着长发 一袭白衣脱地满身狼狈 哭得淒淒惨惨 御凤一个机灵坐起来 指着那女子大喊 你是谁 为何半夜来笑我 嫂子 哥哥就是畜生 你快来救我 我在宋家后院的柴房了 他们打我不给我吃喝 嫂子 快来救我 两日后 御凤一指诉状将宋富贵和王文告上公堂 面对御凤的指控 王文自然不认可 御凤却拿出来 王文勾结宋富贵买官的证据 还有宋富贵草菅人命虐待死那些窃室的证据 宋富贵更是如此 原本已未宪太爷会看在林会长的面子上 放自己一马 他要求见林会长 宪太爷却附在他耳边说 林会长不会见你的 你勾结外人 差点让这王文玷污林小姐的清白 他恨不得宰了你 宋富贵在劫难逃 王文也被罢了官 还被打了三十大板 扔在了深井村外 当他艰难地爬到家时 院子已经住进了人 那神子朝着他吐了口唾沫 道 狼心狗肺的出生 为了攀附富贵 竟然抛弃发妻 将亲妹妹迈进虎狼窝 此时 玉凤已经带着真儿男下 原来真儿嫁进宋家洞房夜才发现 哥哥竟然骗自己 嫁的是这个老头子 他宁死不从 还咬伤了宋富贵 所以才被毒打 关在后院柴房 本来打算饿死在台出去的 没想到 真儿迷离之际 发现灵魂竟然能离体 他首先想到的是 去找哥哥救自己 可是刚到前院 就发现哥哥 进了宋富贵的书房 也为对方看不到自己 所以他就站在那二人跟前 知道了那些龌龊的真相 他也认识到 只有自己的嫂子能救自己 于是便有了那夜的 托梦 欲奉得知真儿欲显 便按他说的找到了 王文买官的证据 茂玉拦下了林会长的马车 将真相告知 及时救了真儿 如今 二人卖了家里的房产田地 彻底与王文划清界限 一路南下 他们的梦想是开一个早点铺子 而王文死在了那个雨夜 人们是在三天后才发现他失身的 也不知道他临死之前是否悔不当初 邀请大家继续看一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吴沟生被狗养大 带去事后 几十只狗不吃不喝陪葬 康熙年间 和尖府境海县有一户姓吴的人家 种住几十亩田家境也算富裕 美中不足的是 夫妻俩五十多岁了仍没有子嗣 尽管四处求医问药 却毫无效果 二人只好整日吃斋念佛 乐善好施 恳求菩萨保佑 希望观音能给他们吴家送个儿子 这年冬天 吴氏夫妇去承西的大碑寺烧香拜佛 回来路上隐约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 二人大喜过往 一位菩萨显灵急忙寻生找去 穿过一片树林 二人找寻半天 终于来到一处破败的土地庙前 只见土地庙里握住一只黄狗 并没看到什么婴孩 吴氏夫妇失望至极 正要准备离开忽然听见里面 又真切地传出婴儿的哭声 二人赶忙将黄狗从庙里捏住 这才发现黄狗的身下握住四只小狗仔 同时还有一个赤身的婴儿 正哇哇大哭住 看到眼前的景象 吴氏夫妇都惊得目瞪口呆 等回过神来 赶忙把那婴儿抱起来 一看还是个男婴 大概有半岁左右 顿时把二人乐坏了 吴老爷子赶忙脱下身上的球皮大衣 将婴儿包裹起来 带回了家 那只黄狗带住他的四个小狗仔 也尾随而至 因为这个婴儿是从黄狗那里抱养来的 于是吴氏夫妇便给他取名 吴钩生 从此宠爱有加 对那只黄狗和他的狗仔 也十分善待 起初 吴氏夫妇捡回吴钩生之后 花仲金聘请了一位奶妈 专门给他喂奶谁知每次奶妈给吴钩生喂奶之事 他都大哭大闹 无论如何都不吃 反而认准了那只黄色母狗 只吃他的奶 而且瞬息的津津有味 吴氏夫妇没有办法 只好把奶妈子退了 任由那只母狗给他喂奶 一年之后 吴氏夫妇决定为吴钩生举行 抓周 请来了亲戚四邻庆祝 堂屋的供桌上摆住算盘 钱币 毛笔 土块 印章和刀剑等物 吴氏夫妇将吴钩生抱到桌前 任由其抓取 谁知吴钩生对桌上的物件丝毫不感兴趣 视而不见 反而跌跌撞撞地跑到卧在桌子下面的狗仔旁边 一把扯下狗脖子上的小铃铛 高兴地玩耍起来 众人健壮哄堂大笑 吴氏夫妇也只好陪住笑脸 但心里却十分无奈 也许这孩子前生就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吧 吴钩生长到六七岁时 虽然聪明伶俐 就是不惜读书 每天跟狗腻在一块 有鸡刺气的吴老爷子大发雷霆 他一怒之下 把家里所有的狗拳都撵了出去 吴钩生为此寻死觅活 缉度离家出走 最终迫使吴氏夫妇妥携让步 把狗又请了回来 等吴钩生十五六岁时 虽然父母指望着他将来能考取功名 出人头地 但吴钩生并不把功夫放在读书上 对功名也毫无兴趣 更可气的是 他自幼被浇灌坏了 不喜欢下的劳作 一干农活就打不起精神 整天直晓得都狗完 这些年来 当年的那只黄狗 跟他的四个狗仔 已经繁衍了十号鸡蛋 数量已经有三四百只 吴钩生不舍地将它们撵走 而且如果看到街头的流浪狗 也心存不忍 便全将它们收留在家 这数百只狗在吴家全都穿着衣服 住住屋子 好吃好喝 悠闲自在 吴家为此添了很大的开销 吴钩生对这些狗 如同兄弟姐妹一般爱护有家 吃饭睡觉也在一起 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无视夫妇一次次劝儿子好好读书 将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可是吴钩生根本听不进去 夫妇二人整日爱生叹记 毫无办法 这时有人劝他们给吴钩生娶个媳妇 说兴许有了媳妇的管束 吴钩生就能走上正道了 夫妇俩觉得有道理 便托梅人四处给儿子提亲 谁料女方家里来人一看 整个吴家竟是狗的天下 院子里 房间里 屋梁上 书桌上 地上跑的 床上睡的都是狗 白狗 黑狗 黄狗 花狗 老狗 小狗 公狗 母狗 各种各样的狗都有 而吴钩生与这些狗正完的起见 于是都吓得溜之大吉 从此再也无人肯给吴家提亲了 眼看自己儿子的婚事没了指望 吴老爷子气地急火攻心 不久就去世了 莫多久 吴钩生的母亲也忧郁成吉 撒手人寰了 从吴钩生没有了父母的约束 跟他的几百只狗玩得更疯了 也为吴钩生不务正业 吴家很快就败落下去 为了维持自己和这几百只狗的生计 吴钩生卖房卖地 不久就将偌大的一片家业 折腾得一前二进 他自己只好搬到郊区 搭了两间茅草房住下 伴随他的只有那些朝夕相伴的几百只狗 也为家产已经便卖光 自己没有功名又不会种地 没有任何收入爱狗如命的吴钩生 也只得想法子 找一个让自己 以及那些狗们衣食无忧的办法 一天 吴钩生在大街上溜达 正好看到一个耍猴的人 只见那人一敲小锣 十几只猴子便翻几根头来 围观者不时爆发出阵阵和惨声 猴戏演完后 人们纷纷解囊 将一枚枚铜钱丢到一个盘子里 见此情景 吴钩生顿时毛色顿开 他兴冲冲地回到住处 跟狗们说了自己的计划 随后找来一面小谷和两面旗帜 开始教狗们新的把戏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把那三四百只狗召集到一起 排成长队 浩浩荡荡地来到靖海县城 过往行人看到这只秩序 井然畏畏壮观的队伍 吴不经差至 急纷纷为上前来观看 来到人多热闹之处 吴钩生吹了一声口哨 狗们迅速像人一样站立起来 听他指挥 丝毫不乱 只要吴钩生一挥手中的红旗 喊一声 不振 那些狗就会排成两行整齐的队伍 像人一样直起身子 相对而是 做出两军对垒的阵势 他在挥动一下手中的白旗 喊一声 传阵 那两列狗便交叉而行 左旋又转 前进后退 井然有序 他一敲小鼓 喊一声 对战 那些狗就两个一组 搂抱住扭打在一起 只要他再敲小鼓 喊一声 西兵 随住第二遍鼓响 狗们便重新列为两队 一时间 观者如堵 喝彩之声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 一浪高过一浪 狗戏表演完 必领队的两只狗 便又直起身子 拖住盘子 跟观众讨要赏钱 围观众人笑声一片 无不解囊 第一场狗戏 就是无钩声声名大阵 收入也十分可观 从此 无钩声就以耍狗戏为生 整日带着三四百只狗 在闹事表演 十分受欢迎 因而被称为狗王 可他做梦也想不到 不久以后 自己竟因此惹上杀身大祸 并牵连到数十口无辜性命 这起大祸起因出 在无钩声家隔壁 一个叫王二的无赖身上 这个王二生性 好吃懒做 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不 他看到无钩声 耍狗戏十分受欢迎 得了许多钱财 所以就惦记上了 这天 王二趁无钩声带住 狗们上街耍狗戏时 撬开无钩声的家门 想偷一些值钱的东西 可他翻箱倒柜 折腾了大半天 除了满屋的灰尘之外 没找到半文钱 他哪里知道 无钩声把所得的银钱 全都花在了狗身上 有多少花多少 每天都所胜无几 王二气急败坏 在屋里一阵乱杂 临出门时 他忽然发现 无钩声的狗舍里 蹲住四五只老狗 正扒住窗檐急切地向外张望 似乎在等住无钩声归来 原来这是几只老的 不能再动的狗 其中一只就是当年给无钩 生喂过奶的那只黄狗 被无钩声尊位 狗娘 照顾有家 无钩声不忍心 再让这些老狗 跟着出去表演狗戏 便把他们留在家里养老 谢了这几只狗 王二动了蝉虫心 想找不到银姐 就吃鸡炖狗肉也好 于是他从地上 抄起几只破不带 扑过去就把几只老狗 装了进去 回到家 王二打开杀戒 一会儿就把那几只狗 放了些 随后包皮 剖腹洗净后 剁成大块 放进汤锅里煮了起来 却说中午时分 也为惦记住家里的 那几只老狗 所以无钩声 早早收了队伍 赶了回来 一进家门 发现遍地狼藉 就知道家里糟头了 他赶忙跑进 隔壁的狗舍 发现那几只老狗 也不现了踪影 顿时焦急万分 正当他急得 心里发毛时 忽然闻到 从隔壁王两家里 飘来一阵阵扑鼻的肘香 他突然明白了 急忙大不如飞地 赶过去 到了王两家里 吴钩声一眼就瞧见 挂在墙上的 那激张鲜血淋漓的狗皮 尤其是看到 那张黄色的狗皮 他不禁心如刀割 泪如泉涌 再看王二 正坐在桌子旁 大口大口地 搅住狗肉 吴钩声忍不住 翻场倒位呕吐起来 见到吴钩声这般模样 王二不禁不慌冲住 他喊道 呦 是钩声大哥呀 你养的狗可真肥呀 不过肥而不腻 味道不错 赵兄弟看 你以后也别耍狗戏了 咱们合伙开一家狗肉店 保准声一兴隆 吴钩声听了 气得两眼发黑 伟带他说完 几步冲上前去 一拳打过去 王二当即趴在地上 从嘴里吐出两颗门牙来 他正欲拿刀卡了王二 替死于非命的狗娘 还有其他几只老狗报仇事 街坊们及时赶来把他拦下来 吴钩声回到家里 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气恼 几次想拿刀 结果了王二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从王二家里 取回老狗们的遗骸 收敛在棺材里 挖坑埋葬了 尽管吴钩声既往不静 王二仍然恼恨不及 不就是吃你几块狗肉吗 至于打掉我的门牙吗 从此 王二对他怀恨在心 一门心思要寻找机会报复 以泄心投掷恨 几个月来 由于老把戏中人 已经看得厌烦 于是吴钩声便考虑 怎样教狗们表演些新把戏 他这天灵感呼致 从一家戏班里 买来戏子们装扮帝王 江巷的龙袍带 还有一些布盔甲和木兵器 用这些道具 他把狗们打扮成文武百官的模样 像人一样直立柱排成两行 他自己择身着龙袍 端坐中央 叫狗们向他朝拜 吴钩声吹住口上 挥住红白小旗敲住小鼓 正眼的起行 不料被王二看见 他立即跑到静海县衙 诬告吴钩声在家里身穿龙袍称孤道挂 意图反清复明 静海县令当然知道 吴钩声是在耍狗戏 正欲斥责王二多事 可转念一想 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急不可施 事不再来 于是安抚了王二 立刻派人向和尖府之府 禀报吴钩声谋反之事 当时清朝刚建立墨基年 反清复明自然是一个 十分敏感的话题 而和尖府之府正好又是一个满人 于是他即刻下令 缉拿意图谋逆的吴钩声归案 打队的官兵连夜赶剧 包围了吴钩声的茅草房 将酣眠之中的吴钩声 从床上揪起来 五花大榜带至县衙大唐问罪 吴钩声一路上糊里糊涂 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身犯何罪 于是在大唐上大喊冤枉 静海县令一拍荆堂木 吴钩声贺道 吴钩声 你吃了雄心豹子但不成 竟敢撕制龙袍 在家称孤道寡分明响 推翻我大清江山 意图谋反 这便是物证 说住 把从吴钩声家里搜来的 就龙袍披脸丢了过去 大人 草弥冤枉呀 吴钩声一听不由的跌坐在地 吓得面如死灰浑身筛炕 哆哆嗦嗦地道 草民只是一介江湖一人 以耍狗戏为生着龙袍 是我从一家戏班买来耍狗戏用的 怎能说是想当皇帝谋反呢 看来你是不羡棺材不落泪呀 待人正 静海县令冷笑道 看你还如何狡辩 这当口 王二被带上大唐 赶忙跪倒在地 草民王二拜县青天大老爷 王二 本县令问你 你旁边所贵之人 是否就是你所说的谋逆之人 王二他邪逆了吴钩声一眼 随后大声说 正是此人 吴钩声大怒 骂道 你个畜生 为何要陷害我 哟 钩声大哥 哪个要害你啊 你忘了 前些天生更半夜 你还找过我 让我与你一块儿举世 还说是成之后 要封我做殿前大将军呢 你吴钩声见王二无终生 有陷害自己 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静海县令冷笑道 吴钩声 人证物证据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本县令知道 你这种刁民 吃硬不吃软 一打就什么都着了 来人 大行伺候 咋 两旁的牙翼应了一声 冲上来像捉小鸡似的 把吴钩声拖了下去 连续几日 鸡叶吴钩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最终驱打成招 被迫承认自己 是想谋反篡位 静海县令让他签字化压后 殿将其打入死牢 等候批文 不久 批文下来 吴钩声被判凌迟处死 吴钩声被囚车载住 奔赴刑场的路上 静海百姓纷纷驻祖为官 都想亲眼看看 这位昔日狗王如何被千刀万挂 忽然 不知什么原因 群众开始骚乱起来 负责奸斩的静海县令心中一惊 莫非有人想劫法厂不成 于是命令牙役和兵勇拔刀出窍 小心戒备 临近刑场之时 突然有大批的狗群出现 静海县令松了一口气 原来只是一群野狗 根据经验 他知道刑场旁往往就是乱葬杆 附近总有大批的野狗出没 以死刑犯的尸骸喂食 不足为怪 这才放下心来 谁知这狗群越聚越多 足足有上千之下的围观群众纷纷后退 不久就只剩下押解吴钩声的队伍了 静海县令这才突然想起来 吴钩声是静海县有名的狗王 可是已经太迟了 只见领头的那只老狗一声狂吠 上千只恶犬如凶神恶煞般 朝那几百个兵勇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有的兵勇来不及拔出刀 就被扑倒在地 有的健壮拔腿就跑 有的想要与狗搏斗 可惜双拳两脚难敌狂犬血口力齿 纷纷败下阵来 柜子手起出灰刀劈死了几只狗 可是很快就被几十只狗围住饲咬 浑身血肉模糊 不一会儿便断了计 静海县令 指得气叫上忙 逃之夭夭 在其他的恶犬忙住饲咬兵勇之际 吴钩声所养的三四百只狗 一部分将囚车团围住 将吴钩声保护起来 避免其他狗误伤自己的主人 还有一些趴在囚车上 疯狂地啃咬木头 又将木家咬开铁料咬断 随后就像亲兵一样 前后簇拥住 奄奄一息的吴钩声 离开了刑场 狗群将静海县令等一帮人 一直追逐到静海县城 方才罢休 后来清点人数 二三百人的队伍 只有一百多人从狗嘴下逃生 静海县令爹足常态 今日不但丢了案犯 还损兵折疆 如何向上面交代 倘若说案犯是被狗群截了罚场 谁又能相信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大人不必惊慌 这时候 师爷咬住他的耳朵 给他出了一个计策 小人以查明当时 卖给吴钩声龙袍的那帮戏子 现在静海城南的一家旅店落脚 我们就说 他们是吴钩声一伙的 是他们结了罚场 就走了吴钩声将罪责推给他们 大人您可以派兵 前去将这个戏班的人统统杀光 对外只称剿灭了吴钩声的同党 你想 党金万岁若得知大人如此能干 怎能不给你升官 静海县令一听鸭低声音道 这也太毒辣了吧 再说 那吴钩声还活在世上 若拿不到他 这事传出去又该如何是好 师爷道 大人您多虑了 什么叫毒辣 自古无毒不丈夫 成大适者 谁不是心狠手辣 老百姓不过是草民 草长在地上就是给人踩踏的 至于那个吴钩声 让他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不管他藏在什么地方 总会露面的 他不是被一群狗救走的吗 那我们就下令杀狗 把全线的狗统统杀光 到尽后他自然就会露面 倘若他吞探毁荣呢 我们还能找得到他吗 大人 就算无钩声吞探毁荣 可他的爱狗之心是不会变的呀 您只要下令 谁敢阻拦杀狗 就以谋逆罪论处 格杀无论 事成之后 保管大人您飞黄腾的 平不清云 只要大人您别忘了提拔小的就行 师爷眉开眼笑地说的 倘若他已经带狗离开 静海陷阱了呢 所以说 老爷您一定要早做决断 事迹至此 也只好这样了 静海县令点头同意了 当晚 大队兵马包围了那个 曾卖给无钩声戏服 和道具的戏班 在静海城南的住处 于是戏班里的所有人 从班主到戏子 均被当作劫持法场的替罪羊 全部就地处斩了 第二天 静海全县开始扑杀狗群 稍有阻拦极暗窝藏谋逆罪 就地处斩 静海陷阱内对食狗费冲天 有些狗主人 因爱狗心切而命丧黄泉 更有一些牙役 借此机会敲诈勒索 公报私仇 奸人妻女 整个静海县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无钩声自从 被狗群救走之后 本打算吞探慧荣 隐姓埋名 从此不问世事 过注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是 看到整个静海的百姓 为自己陷入劫难之中 尤其是听说戏班 十几个无辜戏子 因自己而蒙难时 无钩声悲愤难以 决定到京城去鸣冤告状 揭露静海县令犯下的滔天罪行 于是他带住狗群 骤服夜行 走了几日 谁知快出 静海陷阱之事 被一帮巡逻的兵勇发现 随后大队兵马赶来 又是一场人狗恶战 双方伤亡严重 幸亏无钩声身边的那些 狗神勇无比 奋不顾身的保护他 他才有幸逃脱 经过这一场恶战 无钩声的 三四百只狗 只剩下八九十只了 他身上也多处受伤 血流如注 莫走多远 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等无钩声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正午了 他发现自己正被狗轮流驼住前行 而那些狗也以精金瓶力进了 他示意狗群停下 艰难地爬起来向路人打听 原来已经走出静海地界 但离京城还有二百多里 自知大县将至的无钩声 想到所有东西都挤在混战中丢失 包括那张写好的状纹 他便撕下身上衣裳 站住的鲜血 使尽最后一次力气 将事情的来龙去卖写了下来 写好后 他自知不能亲自进京城明园了 便将狗群召集起来 交给他们一个新的把戏 他用手势让狗群排成一个大大的 冤 字 然后指了指京城所在的西北方向 又指了指自己的心 喷出一大口鲜血之后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些狗围住主人的尸体 乌叶背好一只老狗走到主人面前 用嘴掀起那份壮志 领头向着西北京城方向走 群狗紧跟其后排成一个大大的 圆 字 缓缓地向前移动 嘴里发出乌乌叫声 这群狗穿过田野 穿过街市 朝着京城进发 向世人表演住一代狗王最后的狗戏 一路上 所有过往的行人全都静呆了 一动不动地看住这群狗 狗群所到之处 人们纷纷为之让路 还向他们投一实物 望着这群狗组成的那个大大的 冤 字 人们都认为这是天上的神犬下凡 但不知他们的冤从何而来 又为谁名冤 这群狗还没走到 京城就已惊轰动天下来 很快地方官员便将这件歧视报告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当即亲自下旨地方官员户 送这群神犬之京城 胆敢阻拦者诛杀九族 一路上不断有狗泪垮在地 但都被护送的官员小心地收养起来 闲住状旨的老狗倒下了 立刻又有一条狗接着闲起状旨 那个由狗群组成的 冤 字尽管越来越小 但是笔画丝毫不乱 直到最后一只狗泪倒 那张血染的状旨 才被人小心地捡起 交到康熙皇帝的手中 看完吴沟生血的那份状文 康熙皇帝勃然大怒 立即任命要明亲差大臣 前往河坚府靖海县查办此事 没过多久 河坚府之府被撤职查办 靖海县令畏罪自杀 师爷和王二等一干人犯被判处死刑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时 康熙皇帝派人前去收敛了吴沟生的尸海 予以后葬 并赐封他未遣亡 同时策封他的那些狗位神犬 那些狗不吃不喝 守护在主人的坟墓边 废教了三天三夜 最后立即而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